今天谁先开始面试 好 那么我们就先请月顺 到人力资源席就座 你们俩在校期间 谁成绩更好一点 这个成绩就不知道他的了 因为我们 成绩不知道他的 对 我们考的证书什么也都不一样 那聊聊你的成绩 我成绩的话就是 把英语专业学生 该考的证都考了 考了六级 然后考了专四 考了专八 成绩就还好吧 但是我的口语的话 可能听起来就没有那么的好 好多大学生学英语专业 只过专四过不了专八 但是他能把专八过了 说明他自己的基础还不错 而且他有规划 但是好像你高中的时候 成绩不理想 高情商的说法就叫做 他的成绩距离第一名 只差一名 这是高情商的说法 你们想听听 低情商的表述吗 就是最后一名 低情商的表述 就是全班一共72个同学 谢佩玄是第七十一名 高中的时候成绩不是特别好 那你为什么进入大学以后 该能考的证都考到了 而且一次性地通过了专八 而且你能够考取到这样一个学校 你的高中三年发生了什么变化 就是因为 就是你不学习的话 你其实每科都不会好到哪里去的 那肯定啊 然后就是当时那个英语老师嘛 他就会一直cue我上去黑板上面答题 然后刚开始的话 就是因为我完全不懂嘛 然后我就会跟成绩好的同学 借他们的答案直接抄上去 老师也不知道我是抄的嘛 他就对我一顿鼓励 一顿夸 然后后面的话 又一直叫我上去回答了好几次问题 但是我的 就是都是别人的答案 对 他就一直夸 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 所以后面就是想要努力把它学好嘛 你后来考上大学以后 有回去感谢过老师吗 英语老师 过年的时候有去看的